一位父亲在给小孩子零用钱的时候 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将来想成为有钱人还是穷人 孩子说我要成为有钱人 爸爸给前后问 你现在已经有钱了 你打算怎么用呢 孩子说我要做我想做的各种事情 爸爸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有可能成为穷人 而不是有钱人 因为穷人就是有多少就用多少 然后爸爸拿出五个罐子告诉孩子 现在我来教你怎样来管钱 第一个罐子就是所有钱中的10% 我给了你1000块钱的零花钱 10%就是100块 这是属于上帝的10% 将归到神的福库 神会给你带来祝福 第二个罐子是奉献的罐子 要把钱存下来 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第三个罐子是储蓄 就算你赚得少 只有一块钱都没有关系 至少你养成了这个习惯 慢慢的就可以越攒越多 第四个罐子是投资的罐子 很多父母给孩子零花钱 却没有教他怎么去管理钱 所以他们周一拿到零花钱 周五就用完了 周末想要出去玩就没有钱了 你可以把你的钱借给他们 但不能白借 要收取一些费用 这样你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在下一个周末 向你借钱的孩子又缺钱吗 不止他来借 他也会和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借 这样到了毕业 你就积累了一笔财富 而没有父母教导 怎样管理钱的孩子 就欠了一批无债 第五个罐子是消费的罐子 当你把钱规划好的时候 剩下的钱就可以尽情去享受 做好钱的规划 你才能变成有钱人 这位父亲就是宣称死后五十年 依然能掌控和影响全球经济的古神沃伦巴菲特 如今九十岁高龄的巴菲特 将他的发迹赚钱逻辑 以及如何把控人心写成了这本巴菲特给儿女的一生忠告 有给他的三个儿女超过四十条忠告 他在书中说一个优秀的投资者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商 只需要拥有不轻易从众的能力 在别人贪婪时保持警惕 在别人警惕时就要贪婪 一个人最大的资产 就是自己培养良好的思考习惯 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